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, 寿刑许姓女子与男友人到KTV庆生, 欢唱到金晨六时三十分许, 她与友人于门口聊天, 只因和其他包厢林姓男客户看一眼, 许女问看三小, 林男不满被枪爆发冲突, 林男友人高男衣服被扯破, 古山分局快打部队将林男压制, 高男健壮枪骂警员臭七八, 被警方依妨害公务送办。 警方调查,许女,26岁, 金凌晨与友人庆生, 欢唱至清晨六时三十分许, 她与友人结完仗后在门口聊天, 因不满林姓男子,26岁, 苗他,双方互腾一眼, 许女骂林男看三小, 爆发口角,拉扯, 许女的男友人, 年级不详, 跳出护花, 一阵混乱后, 原搭上小黄的高男, 26岁, 见好友林男被许女人马围攻, 立即冲下车加入混战, 警方获报赶往处理, 将挥棍的林男带补管束, 许女的男友人趁乱离开, 原警欲将林男, 许女, 高男带回派出所时, 高男竟对知勤原警辱骂臭七八等不雅字眼, 警方立即将高男依防害公务, 公然侮辱等罪逮捕, 其余人依约反社会秩序维护法才罚, 许女表示不清楚护花的男友人身份, 只是之前在酒店认识的男客, 高男认为遭对方殴打, 自觉是被害人, 为何还被警方上靠带走, 才会生气骂人臭七八, 并非针对现场远警, 否认妨害公务或侮辱警察, 警方将高男, 林男, 林女带回讯问法办,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